Hello,大家好,我是晶晶,欢迎回来 今天呢,我打算做香煎鸡胸肉 我们需要用到的材料呢,就有 鸡胸肉 蜂蜜 蒜 胡椒 还有盐 是不是材料挺简单的 然后第一步呢,我们就来腌鸡肉 鸡肉稍微洗一下 然后用厨房用纸擦 然后我们切一下蒜 把蒜呢,切成片 或者是切成末 我是会把它切成大一点的片 然后这样呢,不想吃的时候呢 就可以挑出去 就是如果你要是带饭出门的时候呢 就比较方便 就可以不用吃到蒜 那现在蒜就切好了 鸡肉呢,如果薄一些呢,会比较容易煎 所以呢,我还会把这个鸡肉呢,再处理的再薄一点 就是找一把刀 然后呢,把鸡肉放平 然后一片 然后片的时候小心手就好了 然后片的时候小心手就好了 然后呢,也是稍微按一按 然后把鸡肉翻面 鸡肉撒好胡椒和盐之后呢 准备一个容器 然后呢,我们呢 把蜂蜜加进去腌一下 将蜂蜜呢,涂抹到鸡胸肉上 先在盒子里放一点蒜 把它们放在容器里之后呢 放在冰箱里腌制隔夜 这一份呢,就是我昨天晚上腌好的 好,这一份我就放去冰箱里 很有led萝卜 会员 name wwwww 它的鸡肉 你的鸡肉 煎两三分钟之后呢就可以翻面 煎一下 煎大容 煎到煎3分钟 煎1分钟 我呢是一共煎了差不多有十一二公钟 然后现在准备关火 现在我的香煎鸡胸肉就做好了 自己做呢就是也很方便 然后呢也很大份 然后这样煎呢也很多只 以上呢就是这支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请你点赞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你订阅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